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因為是聖誕節 所以我跟其他YouTuber要來一起做一個挑戰影片 然後呢,這個挑戰的任務就是 邊吃髒髒包邊做什麼的一個特別企劃 然後又把其他人的影片連結都放在資訊欄 然後你們一定也要去看一下他們 邊吃髒髒包邊挑戰什麼 然後,我一知道我要拍之後呢 我就在我家附近瘋狂尋找髒髒包 可是,可是呢 我大概跑了五六家吧 真的就是找不到髒髒包 我只好就是用很類似很類似的麵包來代替髒髒包 就是它 登登 它是韓國最近很紅的一種麵包 呃,我就叫它雪山麵包啦 但我不確定它 正確的名字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上面全部都是白色那個 糖... 應該是糖粉的東西 嗯,很香耶 而且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一個 六千韓元 其實有一點小貴啦 然後我就要邊吃這個 然後邊做我的 秋冬愛用品分享 好 它有點難拿出來 等我一下 好,我等一下就會直接這樣吃 然後邊分享 我咬到 太大一口糖霜了 等一下 我要現在分享的是 這是 我最近 很愛用的 Inisfree護唇膏 然後 你看這個 這個已經被我用了 快沒了 它是用擠的護唇膏 然後 滋潤度很高 然後我一開始用這條的時候覺得很喜歡 然後 因為我可以控制它亮多少 然後擦在嘴唇上 我晚上去也會 有時候敷這個 有時候敷藍汁的 然後因為它很好用 所以我再去買了一條 這個 這個是 有一點點顏色的 看起來 它有一點點的 微微的 淡粉色 因為我之前影片就蠻多人說我嘴唇是沒有血色的 然後我就會 就想說 買這個 應該看不太到 因為它就是 男生也可以擦的那種 看不太到的顏色 然後 擦在嘴唇上的感覺是 就是淡粉 淡粉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冬天必備 台灣也有賣啦 冬天必備 看我都已經用了 快沒了 準備再購入一條 是介紹一個就要吃一口嗎 好吃的啦 但是 因為我要一邊講話 一邊吃 就沒辦法就會吃到很多 糖霜 下一個 這個 是我在 上次回台灣在免稅店買的 九馬龍的香水 然後是 伯爵茶口味的 我覺得很適合男生 不會過香 它就是 淡淡的茶香 然後 很清爽的感覺 是 嗯 很香 我現在有這個跟海鹽 我都覺得不錯 而且都適合男生 如果有 如果有想要買 九馬龍 的男生 可以考慮這兩個味道 好啦再吃一口 我覺得好荒謬喔 好 接下來是 聖誕Rion 超可愛的 我戴 The Face Shine 一看到 真的是一看到 就立刻買了 然後我就不管它 它們是什麼味道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這個是乳液 它有出沐浴乳 然後 台灣也要上市了 台灣我不知道12月不知道幾號 可能我影片出的時候 就已經上了 大家可以去買 它 它 它什麼味道啊 它就是 乳液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什麼味道 反正 它不會過年 就是 偏水水的那種 不會 清爽的那種 不會說 很黏膩 我知道蠻多人討厭很黏膩的乳液 然後這個是護手霜 也算是韓國蠻必備的 我連撕開都還沒撕開 因為它真的太可愛了 完全就是因為它很可愛 所以買 這味道是香的 可是我也說不上 是什麼味道 完蛋了 甜甜的 有點水果的感覺 也水果跟花吧 是香的 但是不會過香 不會過甜 不會說 有點少女的感覺 沒有 它就是 清爽爽朗的感覺 好 再試一口 然後 接下來要推薦一個 最近 我自己 大陸稱的東西 就是這個牌子 OLD 你們應該有看過它 因為它就很可愛 可是可能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它就是OLD 然後 我買了兩款貼紙 跟他們出的2019的年曆 年曆真的很可愛 大家看 它就是每一頁都有很可愛的插髮 然後 你看 你這邊就可以寫 就是記 然後這邊就可以寫東西 然後後面就是紫月之類的 好可愛 好可愛 五月 然後五月 這邊可以寫一些 紀念日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是詳細一點 然後 背後就是五月 然後康乃馨 五清姐 覺得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 再來要分享的是呢 我在innisfree 換到的 袋子 然後它那時候 跟Carvernais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品牌 然後聯名的 它 而且 它不是加價夠耶 它就是你滿 好像 我記得是五萬塊 它就會直接送你一個 你就是 拿一個 空瓶 然後 五萬塊 就可以拿到這個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材質 是 呃 防水的那種 材質 我覺得秋冬很適合這種 防水的材質 它的質感是很秋冬的 不會說 我覺得防布袋就很適合 唇俠 所以 我那時候一拿到有驚喜 因為我一直以為它是防布袋 可是它沒想到拿到是這種材質 我覺得很喜歡 好 再來吃一口 再來要分享 衣服方面的 登登 毛毛的背心 因為我很怕說 買外套或是其他 帽子啊 手套啊 那種 會太 over 然後明年就穿不到 所以我就選擇買背心 因為毛毛的背心好像就不會 穿起來很怪 然後也蠻可愛 就是 既有這個元素又不會over 我就覺得背心很適合 然後 現在穿起來是蠻好看 很喜歡 很喜歡 它的毛也沒有到很多 一點點那種 所以我覺得 蠻好看的 自己個人很喜歡 好 再來是我覺得 今年或是 明年春夏可以買一件 這個顏色的褲子 卡其色大地色 它跟卡其色有一點不一樣 是 它很米白吧 我覺得對台灣人講 應該算是米白色 因為台灣的卡其色偏 黃或是 不是卡其褲 那個卡其色 是 這個顏色 就是很好搭 上面戴一個 深棕色啊 或是戴一個 藍色 淡藍色 或是 就是可以 我覺得 變化比較大 因為台灣幾乎都是 深色 男生深色的下身 可是 我覺得可以開始買這種 一兩件啦 買一兩件這種 淺色的下身 再吃一口 好吃好吃 我現在下面 全部都是 白白的雪雪 好 再來就是很多人問的 這有點大點 這個 我很常很常穿的 羽絨外套 基本上我覺得羽絨外套 你不一定要買到 有牌子的 你可能就是買 報評價一點也可以 或是你在路上 覺得不錯的 然後你也可以買 只是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我這邊待比較久 就是 整個冬天 因為我們其實蠻怕冷的 而且現在十二月 我覺得很冷 不過一月的時候 就想說 買一件有牌子的更溫暖這樣 提醒大家要買的時候 一定要超過膝蓋 至少幾膝 這樣你的 才會好看 你的比例才會對 因為很多台灣賣的 可能就是到大腿 一半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超過膝蓋 一定 一定 不然 會看起來很矮 然後達不到你想要那種效果 我就不管 任何長版 風衣大衣 盡量都是超過膝蓋 甚至可以到 超過小腿度一半 才會很顯高 然後這一件我其實是買深藍 因為那時候我原本想買黑色 可是沒有我的尺寸 然後後來就想說 算了 深藍也蠻好看 但是我最近有一點被白色燒到 有一點想買白色 我可能 之後會去買一個平價一點的白色吧 然後 如果有買再分享給大家看 覺得很好看 好 繼續吃 這個 這個其實很多家麵包店都買 但它有點太大 我有點吃不完 所以我應該 差不多吃到這裡 好 以上呢就是我的秋冬分享開箱 然後邊吃 邊吃髒髒包邊分享開箱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就幫我喜歡 選定我的頻道 然後一定要去看 其他YouTuber們 拍的 邊吃髒髒包邊挑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